哈囉大家好我是Niki 那又到了BL推薦系列單元了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七本日系BL小說 好那其實呢之前有一些讀者有問過我說 我是不是有看過沐原英賴的作者所寫的一些小說啊 因為他是日系的作者 然後不知道我有沒有策略這個部分 那我那時候呢就有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也看過蠻多日系的就是BL小說 那也有承諾他說之後會做相關的主題 那今天呢就來實現我的諾言 那跟大家推薦一下就是我這幾年呢 看過還蠻喜歡的幾本就是日系作者的BL小說 那如果呢也喜歡就是日系寫手的作品的話呢 也可以繼續接著看下去 那第一本要分享給大家的呢 就是FUYUNO JINCO的天使與野蠻人 那公呢就是大門然後售叫做電災 那這兩個人呢其實一開始 故事他算是有點倒序法 一開始的時候呢大門是在當發牌員 就是賭場的發牌員 然後電災呢他自己本身是那間賭場的老闆經營者 那隨著故事的推移呢 其實他們兩個一開始就是很不對盤 癲災就是一直在找那個大門的麻法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在六年前呢 其實就有交往過一陣子 那大門其實說穿了他到最後的真實身份呢 其實是麻藥的取締官 所以他其實是來小獸神邊當臥敵的 那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但其實大門在出任務的時候呢 就是常常會忽略小獸對他的誘惑 還有對他的就是獻殷勤啊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看起來其實現在看日系的小說 因為篇幅比較短 他如果不要是系列文的話 其實閱讀起來還蠻容易的 那這一本小說呢 我自己覺得小獸的個性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比較便扭的人 然後比較容易口試心扉 但是又是一個還蠻正直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說呢 也還是蠻推薦給大家看的 那再來第二本小說呢 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是牧原英賴大大的不脫衣的男人 那牧原英賴大大應該非常多非常多人 有看過他的日系小說作品 因為他算是日系小說的BL寫手裡面呢 非常呃 產出的量是非常的多的 那其實作品呢 也都是一點比較灰暗 然後灰色的色彩在裡面 所以其實閱讀起來的時候呢 並不是這麼的就是傻白甜的感覺 但是不脫衣的男人 反而是我看過他的作品裡面呢 可能是比較跳脫他的風格的 其實這一篇文 這一篇文閱讀起來還蠻容易的 那不脫衣的男人其實就是指 這一篇文章的小獸 那這一篇文章的小獸呢 叫做藤圓 他是一個化妝品的負責的客長 那他因為就是身體上某個就是缺陷的因素 就是他只有半顆蛋蛋 所以呢他從以前就不敢在別人面前就是把衣服脫光 就是包含他 其實他原本是一個指南 呃公呢是他的下屬 叫做夾胚骨 那夾胚骨呢本身呢 其實我在看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男生 就是一個比較不上進 然後 他就是意外得知了 藤圓這個身體的缺陷的時候呢 就為了就是想要達成他想要的目的 然後有用了這些 藤圓身上的缺陷然後去威脅他 然後想要達成自己的目標這樣 但是其實藤圓也是一個意志不堅定的人 就是他在過程中 雖然是有點被威脅 但是他也是半推半就之下 就是發生的事情 其實目標因帶大家的文筆呢 其實就非常的好 應該也有蠻多人有看過他的作品 可以以下就是歡迎大家可以留言 然後推薦他的作品 給就是其他的 也喜歡看BL的讀者們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的作品我閱讀的量比較少 所以可能就會比較沒有推薦到他經典的作品 所以這個也是對目標因帶 大家就是很喜歡他的讀者們呢 也是要說抱歉的部分 這樣子 那好 那再來就是第三本我要推薦的作品呢 就是 南圓間大大的純情解放區 那其實這一本小說呢 他是系列文 第一本他的系列文呢 叫做男孩禁獵區 那跟純情解放區呢 就是 其實他們兩個是有關係的配對 那第一個男孩狩獵區呢 他是實生鏈 那小獸呢 叫做淺香唇 他就是跟第二本 純情解放區的 公 淺香 陰 跟 獸 淺香律 他們兩個就是有關係這樣子 那第二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純情解放區 那純情解放區呢 他其實是 學生會長公 然後 再來就是 就是不 外表是不良少年 但是其實純 呃 內心還是很純情的 那個小獸這樣子 就是淺香律 他們兩個是表兄弟關係 那其實 呃 律從以前就一直 非常非常的暗戀著 淺香 陰 但是淺香陰呢 他自己就是一個 滿 本身滿地控 然後滿護著弟弟的 所以呢 律一直覺得他可能自己沒有機會 因為他 外表就是非常的不良 不良少年 就是有打耳朵啊 然後有懶 懶頭髮什麼的 所以就是跟純的個性差很多 所以呢 他就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機會 但是其實 茵子是悶燒 他其實 從小也是很喜歡綠 所以兩個人呢 其實在 呃 砲灰的過程中 反正兩個人就是相愛 然後男人現在大大的作品呢 肉非常香 車也開得非常好 所以呢 如果喜歡吃肉的就是 讀者們 孩子們呢 就是可以去看 男人 兼大大的作品 還滿推薦的 那 第四本要推薦給大家的作品呢 就是 玉木 紅美 大大 他出的 四個男人 那四個男人呢 就是 顧名思義 他的故事 就圍繞著 總共有四個 就是 做設計的 男人 身上 所展開的故事 那這四個男人呢 分別就有兩個CP 第一對CP呢 就是 精品 就是 公式精品 然後 獸呢 叫做 鏡 蒸鍋鏡 那第二對CP呢 也就是我比較喜歡的CP 那就是 伊達 他 武跟 瑞記 那獸是瑞記 其實這個系列 總共 本篇加外傳總共有九本 本篇好像就五本了 就是 四個男人 主片五本 然後再加外傳四本 大概是這樣子吧 就是 一個系列這樣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 主CP 他獸的個性 因為他 主CP的獸呢 他就是一個比較聖母 然後 比較不懂得拒絕別人的要求 然後 很溫和的一個男性 可是 第二對 副CP呢 就是 瑞記他本身呢 就是他綽號叫公主 他就是一個比較任性 然後 有話直說 但是其實他是刀子准 豆腐性 所以其實 他就是比較有原則 如果 他不喜歡的事情 他就會 力爭到底 他就是 不會妥協這樣 所以 比較有靈有角的一個 男人 所以我就是比較喜歡 這樣的個性的 小售 所以呢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去看外傳 因為我比較喜歡 瑞記的 個性 所以 這部作品 就是推薦 給大家 好 那再來第五本呢 的作品呢 就是 原野春日的 毛島式的 優雅生活 那其實 這部作品 我記得有三本吧 也是 系列文 然後也是 總共有三本 那其實這個故事 主要是在講 毛島式他的 就是 嗯 平常優雅 然後又有 格調的一些生活 但是 他偏偏在這個生活當中 就是 非常的溫和的生活當中 就是明明就可以很平順的走下去 可是 偏偏他就是 突然的 哪一根筋不對 然後看上了他們家的圓丁 所以就是 在小少爺他自己主動去跟圓丁示愛 然後 他們兩個呢 後來交往 然後再加上 其實毛島式少爺 其實有一些 任性的行為 或是 欸 比較出格的一些行為 會讓人家覺得 原來他也是可以為他出了這些改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這一部作品呢 要 主角如果不是毛島式的話呢 其實就沒有那麼出彩 其實會蠻溫和輕鬆的感覺 比較平淡 然後溫馨一點 所以是另外一種風格的日系BL作品 那 第六本要推薦給大家的系列作品呢 就是 甲田游利大大的寵物愛人系列 那寵物愛人系列呢 總共有四本作品 那 第一本呢 就做 牧羊犬情人 然後第二本是 眷戀獵物的獅子 然後第三本是 秘書與聰明貓 第四本是 蛇與華爾滋 那可以看到這個書名呢 四本書名其實都含有一個動物 那其實他的寵物愛人系列呢 就是在講 Pedalover 他是一個俱樂部 他們所有的員工都需要扮演 一個動物 一個寵物的角色 寵物服務呢 非常的多元 其實不是只有什麼性行為 還是什麼之類的一些交易啊 其實就是等於說 養一個寵物 有時候你只是想要他在身邊陪伴你 你需要一個人 然後 扮演的這樣陪你的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 不是只有限制於 就是 情勢上面的一些角色扮演 四本裡面呢 我最推薦的兩本呢 就是 牧羊犬情人 還有 蛇與華爾滋 那其實這四本我都看過 那這本作品的小獸呢 就是信生 信生原本以為就是 嗯 這個主人 就是這個消費者 他所點的 嗯 譬如說他點的是 狗 那他點的這個狗狗呢 他就是以為 他是要提供性服務的 但其實沒有 這個狗呢 他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真的要把他訓 就是跟狗一樣訓練 然後包含就是 嗯 怎麼樣坐下 然後怎麼樣禮儀啊 狗的禮儀啊 之類的 等等的 一些調教 所以呢 嗯 欸 我是不是講的好像有一點 覺得太不可思議的 不是那一種很 情色方面的那種調教 而是說 我覺得是有點像 育成養成的那種感覺吧 大家可以直接看那個小說 其實 我好像這樣子講 好像比較沒有吸引力 但是 我覺得小說是好看的 那再來 比較推薦大家的 就是第四本作品 就是蛇與華爾茲 那蛇與華爾茲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獸呢 姚英他是 佩德勒的 嗯 老闆 所以他也是這個系列的 最後一本作品 那 在前面三本小說裡面呢 其實姚英作為老闆 其實就出現過很多次 出場的機會 所以 對於他的作品呢 我期待度都會比較高一點 那 蛇與華爾茲這部作品呢 功呢就是蛇 就是姓鱷 那姓鱷呢 他本身是一個雙面的間諜 他就是接到任務 然後要接近姚英 但是其實他 他就一開始就是 偽裝成就是 嗯 不受教的那種表現 然後讓老闆親自的去 嗯 教育他這樣子 然後在這過程中呢 原本我也以為姚英應該會是功 但其實他在這本當瘦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欸瘦的 反而非常的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本作品呢 非常的奇特 但是也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 這個系列 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看 嗯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 別有心裁的作品吧 好 那最後一本呢 要跟大家推薦的日系BL作品呢 就是我喜歡到 我有跑去買實體書來 增長 那就是這一本 透過性戀愛裝置 那這本的作者呢 叫做 Kawaii Yumiko 那 Kawaii Yumiko呢 他本身這個作者 他也是寫了非常多 就是量也是寫了非常多的BL文這樣子 那這本書呢 他的獸呢 是北島 那北島本身是一個就是 非常有能力 然後非常的有才華的一個設計師 他是一個建築設計師 那他因為就是非常的有能力 所以他就打造了他就是自戀 然後 墓中無人啊 非常的就是 囂張 那工呢 叫做牧田 他是一間飯店的負責人 那在這飯店呢 招併設計的作品的競賽當中 北島就是這一個競賽的參賽者之一 那 北島那時候 原本以為自己就是 因為他就是非常的自負的一個人 所以他那時候就覺得 嗯 自己一定會贏 結果後來疊破他的眼睛 他根本就沒有入選 所以他就非常憤怒 然後覺得 主辦單位就是 牧田他們一定是 就是黑箱作業 所以他就跑去就是 質問了 牧田 然後 後來呢 就 牧田他就是拿了非常多的證據 還有 非常委婉 然後又溫柔的跟他講說 其實為什麼他沒有入選 北島就突然大煮了就對了 就是非常喜歡上他 然後就默默的呢 就 散發出少女的樣子 然後 每天就是跟蹤他 然後 在那個新幹線啊 每天搭車的時候 就默默的就是 在旁邊想要跟他 多相處了幾分鐘 那終於到最後呢 就是 北島還是 成功的攻下了 牧田 這一座 這一座冷山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我一開始 以為 北島就是一個 比較自私身高的 男人 但其實他就是 卸下心房 然後 他就是一個戀愛本單 因為他其實從來 沒有喜歡過一個人 然後 甚至他現在要倒墜 牧田的時候 他就是 做了非常多 努力跟改變 就突然覺得他非常 孩子氣 然後又很可愛 那以上七本 日系的BL小說 推薦給大家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呢 也有就是 比較推薦的日系的 BL小說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 那也不要忘了 就是要追蹤一下 我的BL IG 就是寫在這邊 給大家去追蹤 那如果喜歡這則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呢 就是可以分享給你 所有喜歡BL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一樣 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